最難製作 或是這張專輯的困難之處 我覺得最難是吳白那一首 那當然這時候就是親了老朋友的時候啊 很想被包養 對 不想努力了 乃文可能會白眼 乃文聲音偏厚 然後配你偏清涼 所以兩個是超級不一樣 但是這樣更好買一個梗 就是搞不好之後 乃文的演唱會或是在想演唱會 或配你演唱會可以 其實乃文一直都是很倔強的 我的觀察 他對於一些比較負面 或是比較痛苦的事情 他是不會表現出來的 可是他會自己小花自己藏在那裡 歡迎來到阿批錄影 我是阿批 楊乃文的新專輯 Flow在8月25號發行了 是今年的一張重點專輯 那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了 專輯的製作人 陳君豪還有蔡莊專輯創作的 Jed與奧宜珊來跟我們聊音樂 那開之前呢 記得訂閱阿批錄音樂 以及Jed還有奧宜珊的所有官方帳號 要特別記得要追蹤君豪的IG 讓他破兩萬 嗨大家好我是君豪 老師你是代表佛跳牆來回答 你覺得佛跳牆算是什麼樣的flow 佛跳牆算是一個很chill的flow 玩樂團大家就是 因為大家各自都很多的事情 然後不然想到的時候才會聚在一起 所以是一個算是 最懶惰的flow 也不是懶惰就是很佛系的flow 那這一次乃文可以當佛跳牆的主唱的感覺是怎麼樣 很不一樣 因為他跟佩妮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主唱 因為而且剛好特色在強在不一樣的地方 像佩妮她唱的東西 她唱短的東西很厲害 乃文唱長的東西很厲害 哦 對 然後他們兩個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們兩個動態都超大 乃文聲音偏厚 然後佩妮偏清涼 所以兩個是超級不一樣 可是你講那麼多佩妮有唱嗎 沒有 對啊為什麼叫他來唱 那時候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他不在台灣 所以只能跟他和諧歌這樣子 然後後來想想 好像不唱也成為一種有趣的點 但是這樣更好埋一個梗 就是搞不好之後 乃文的演唱會或佩妮演唱會 可以再出一個版本 這首歌他們兩個唱超不一樣 那這首歌就是為什麼要叫墮落 因為我覺得他聽起來 這首歌也是有點積極吧 還好那我哥拿到那時候的時候 因為裡面有一句詞是佩妮寫的 疼痛始終戒不掉 怎麼辦疼痛始終戒不掉 這幾個字乃文拿到demo的時候 馬上catch到 因為他其實乃文一直都是很倔強的 我的觀察 他對於一些比較負面或是比較痛苦的事情 他是不會表現出來的 可是他會自己笑話自己藏在那裡 我自己其實也是喜歡這樣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人活著就是痛病快樂 而且那種痛或是那種不舒服或是那種負面 有時候我覺得反而很爽 所以這首歌才會覺得好像聽起來很正面 因為我覺得世界上就是這樣 你要是整天都很開心 那個開心就不會那麼開心了 那快樂就不會那麼快樂 那你說的那個快樂的 在音樂上是怎麼呈現他 他其實也不算快樂 所以他在他整首歌的節奏感上 或是一些樂器的展現上 其實是很積極很正面 其實佛跳牆的樂器是很aggressive 樂器的角度去呈現那一看 所謂積極正面的東西 那乃文扮演的是比較是疼痛面的 我覺得是這樣 那這次專輯有沒有覺得 哪一首歌最難製作嗎 還是最難製作 或是當專職的貴人之處 我覺得最難的是那五百那一首 哦 居然是五百 這首歌聽起來最簡單耶 沒有很難 其實你聽那首歌其實好像很好唱 或很上口 你唱一下他有一些陰沉 那種不是那麼容易唱 就是那陰沉的跳躍式是很五百小時 難就難 再例如說這首歌 他要聽上去是五百小時的歌呢 還是洋乃文的歌呢 百分比是多少 所以那時候要抓 那還能代表乃文的是 例如說比較偏向英國那樣的東西 一些另類或民謠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想到部落啊 或是九年年代那些 那時候的一些另類 陰謠團的比較偏fork東西 把它帶入 然後再帶入五百小時 比較台式搖滾的東西這樣 哦 所以你後來是決定要五十五十嗎 還是五百要多一點嗎 差不多啊 就這樣順著感覺走 後來我覺得現在聽起來可能就是五十五十 對 因為五百老師後來也很熱情的 那個也唱了合音 而且其實這首歌最早 我是希望五百老師自己製作 因為我也好奇 五百老師他會怎麼處理這首歌 但他很熱情就唱了很多 合音 對 已經不算合音了 因為乃文在他唱合音之前先錄一個版本 就是可能就是一個大概的版本給他 然後後來我們拿到合音之後又正式錄了一個版本給老師 老師就說他建議說不要 他覺得第一個 他用他的合音是貼的第一個版本唱 後來就用了最早的版本 比較直覺 所以沒什麼改 因為聽說這一次的專輯都是很直覺的 沒什麼改 對 其實就是 因為我覺得乃文東西其實就很直求對決 那你怎麼在那個直求上面 去做一些小變化這樣 就希望那東西很直接就可以打到 他不拐拐抹角 因為我們這次訪問了其他的人 比如說Jed 或譬如說奧依三 都說 他們本來以為會改很多 結果出去回來 然後就沒有什麼改 我就覺得好失望 竟然好像是變了 怎麼沒有天馬行空的東西 由來是有一些些 你不是誰 因為我傻白的東西 我就丟入比較多 我對他們的想像 這首歌很特別 就是比較哲學一點 對 其實他有點像詩 而且更有趣的是 本來那個 維澤他丟給我們demo 然後一變歌這樣 然後他沒想到我們就把它做完 因為他本來想到 只是讓我們聽聽看方向 這樣後面還要繼續寫下去 可是我倒覺得這樣反而就成為一個 好的化學變化 因為那個就是因為這樣短短的一段 然後就像詩一樣 可是用搖滾的方式來呈現他 包含我看你反而有提到後面的轉調 還有一些裡面一些關於 例如說一些 那個 那個跳針 就是那所謂的就是一些 glitch的效果 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在想一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這邊閃一閃 閃一閃 甚至 甚至關於頭腦 或者什麼那種偏頭痛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 Vocal上面做的 很像這樣的感覺 想把那個劇 具體化 奧羽山那個歌啊 為什麼會收這個 奧羽山也是我自己很喜歡 我覺得哇好好聽 就是它是 而且乃威一聽就中 因為乃威一直都很喜歡 那種 minimal的電子的東西 像XX 那也是其實比較偏英國的 對就是什麼 Fall AD啊 然後SL Recording 那種英國廠牌 然後那首歌就很那樣的東西 所以 只是那時候我們在做這首歌的時候 乃威他 覺得他不一定有把握駕馭那樣的旋律 所以我就陪著他把旋律順了一下 有稍微修了一點點 那這首歌其實算我自己在專輯中 私人非常喜歡 真的喔 這首歌竟然是有點消極吧 對對對 我喜歡這種消極東西 它就是 很簡單 它很消極 很想被人幫我養 對 不想努力了 嗨我們是阿宇三 這次的專輯我看是說 如果羊乃文成為不同樂團的主唱 會是什麼樣子的感覺這樣子 那如果羊乃文成為你們的主唱 你們在哪裡 會起飛 會起飛 就沒人改一個團名欸 變成凹乃山 感覺我們周邊可以賣一些高蛋白 滷製品 我記得那時候接到 可能可以跟乃文合作的這個機會非常開心 然後我自己馬上聯想到 因為我很喜歡李心裡 他的演唱的方式 然後我自己就一直想像 我希望我可以做出一首歌 讓乃文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展現 就是跟君豪合作非常愉快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創意的 同時也很乾脆 非常不設限 有點放任我自己天馬星空 因為我很希望可以獲得這個合作機會 然後一開始給自己的壓力就蠻大 然後大到就是其實寫不太出歌 然後在非常卡關的時候 我又很希望至少先有第一版 可以給他們聽聽看 所以我那時候就自己先 隨便想了一個題目 就是類似 我寫不出來 我不想努力了 我就先以不想努力這個方向 寫了一版 叫出去 結果沒想到 葛拉的後來連續 我說他們會熟 那時候有一點歪打正早的感覺 因為想像中乃文的歌 蠻多是力量型 有力量 腰滾嗎 對 然後情感是很放射出去 嗯 或是很冷烈 然後我覺得這首歌是有點軟爛的感覺 因為這首歌聽起來 比如說這個調性是A小調 Ami嘛對不對 我聽應該是Ami 就是至少他是小調 聽起來比較憂鬱 是因為一開始就想著 要做一個很頹廢的歌曲這樣子 其實也是我自己在創作上 突破跟嘗試不一樣的內容 因為假設大家有聽過 阿尤雙的歌 其實我們歌幾乎都是大調 嗯 嗯 對 然後第一方面是我覺得 我心目中的奶文真的很酷 嗯 但是我覺得我們自己的 製作上有時候有希望從 從單純的東西裡面去發揮 所以我那時候後來想到 就是以臥室製作這樣子的 氛圍來講 我覺得用很簡單的 八零八的鼓 嗯 就很經典很簡單的那種 high hat 然後一點一點的聲音 把它鋪出來 那這次專輯的哪一首歌 你覺得是最新的嘗試嗎 最新的嘗試 像他跟那個Crispy 那個我覺得那個也是他之前 那個比較indie pop 比較鬆軟的那種 其實他之前比較少 我覺得這首歌聽起來有點 說不出來的怪怪的 飄飄的感覺 那是他之前比較少 就是因為他冷酷 然後要唱到這麼花草的歌曲 對對對沒錯 他唱得出來嗎 會不會有點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化學變化 他唱這首歌 我們試了很多唱 就是你講的那個花草的感覺 然後 奈文他歌聲很很大的一個 武器跟特色是他的動態非常的 好非常大 就是例如說你看 你可以聽到他唱離心裂的時候 很呢喃的 很呢喃的口氣很夠的那種歌 可是你也可以聽到他在Monster裡面那種 兇猛的東西 花草的東西我覺得也難不倒他 哦你有跟他說你要唱出 春天的發情的動物之類的嗎 你現在真的給我一個 發情的海獅好了 呃我可能會白眼 但我覺得他就是 溫燒 但是講到他有興趣的話題就會 撩破了 他有興趣的話題什麼 例如說關於星際的東西啊 像是關於一些電影的東西 關於星際的東西這次就有一首歌 最後一首 對 那一首他就聊很多 因為那個就很符合他對於 歌曲的想像 因為他 例如說他的偶像David Bowie 也是常常寫這種 關於宇宙或是太空的這種主題 那個歌真的好酷哦 對啊 所以那時候弄到的時候他給我 他就跟我聊很多 例如說 Star Wars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因為我個人沒有那麼 社區那麼多 所以我就聽了他講很多關於 這個 這種電影 對 他的音樂靈感或他的音樂畫面常常是來自於電 嗯他喜歡看電影 或是一些 影片 例如像那個他跟Jet的那一首 你知道那個那個 我不知道 我問Jet他們有時候不知道 那個是原來很像的 對啊 那個我換我去 那個很老的意思是 很老的電影 我很好 老電影 就是那種 對 可是他就是會喜歡這種怪怪的那種很 很old school的一些 對 所以我就知道 喔原來這個當年有這種什麼鴛鴦大道 那這個歌是怎麼誕生的 就是怎麼會想說他寫這個歌 這是 乃文說他夢到的 對 他夢到的 因為他這個不是就是歷史人物嗎 所以這個歌詞的部分主要是乃文那邊想出來 他寫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妙的事情是 我自己寫歌是很 就比較習慣就是一開始會先亂痕亂吵 然後我的習慣也是都是亂痕一些 沒有意義的英文 然後乃文就把我這個沒有意義的英文去延伸 然後套用在他想要寫的這個故事上面 是先有曲嗎 先有曲 對 然後其實一開始那個編曲的雛心 也跟大家現在聽到的也差不多 對 就是一個很rough的狀態 就丟出去 我把很rough的那個demo就丟給他們 居然我哥也就覺得 就這樣就好啦 然後確定 就這樣就好啦 因為我本來就是很rough 我也沒有彈任何的吉他進去 然後就這樣帥啊 所以這首歌就只有補根bass 然後一點點音效在後面 但你當初寫的時候就有想說 就只有drumbass這樣 沒有 我當初本來是想說 我去寫一個demo這樣子 然後等到我有靈感的時候 再看著加什麼 因為我想說你平常都彈電影 他為什麼這次沒有電影 他只有bass 嗯 這個算是一個五星插流 有層次 超爛的 那你當初自己在寫這個demo的時候 有什麼想像嗎 就要想像他有一個很dry的感覺嗎 還是什麼 我一開始就沒有那麼爆裂 沒有那麼暴力 是就是漸漸的 就是好像 悶騷爆這樣 悶騷的那種感覺 然後鼓沒有那麼爆裂這樣子 但後來就是俊華哥的加入之後 他主要就是讓鼓的聲響 的做法跟我一開始寫demo的時候 是兩個方向 然後現在聽起來是 副歌就炸開了 那為什麼你們那個vocal 就是他們都是合音嗎 其實最早我本來還以為 他們也沒有要跟我 就是要讓我 聲音投票 那天聽乃文分享說 也是他要求君豪哥說 你怎麼沒有放嘟嘟的聲音啊 然後最大 對 然後後來君豪哥才私底下又跟我說 嘟嘟你會錄一下 一半的孤獨又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狀態 那首歌我覺得變成厲害 嗯對 那一首歌是 是柯明勳 對是柯明勳寫曲 因為柯明勳其實跟首頁人一直都是很密切的 音樂夥伴 那時候拿到他demo的時候 我就馬上就想到說 欸這個很適合乃文唱 因為他的那個vocal的那個range很大 然後表現的方式很適合他 那怎麼唱啊 對那可能不好唱 對但是我覺得乃文在錄音室 一開始有試一些方式 最後我最後覺得他就駕馭蠻好 因為首頁人的那個靈魂人物序長 序長對 其實他也是非常喜歡乃文 他之前有幫乃文寫過一首歌 我很喜歡的 欸是編啊 編曲 可惜愛 那個味道抓得很好 注意我少年 讓習慣再親 美人想一直到我需要 靜靜往前 Beyon合作的那個歌 怎麼找到的啊天啊 欸這個真的是我上次才跟乃文在聊這問題 因為 好像是好像有一次就是聊到 就聊到因為這張專輯就是他要跟經典的樂團 那你說華人的經典樂團絕對少不了Beyon 對然後好像有一次在亂哈拉的時候大家聊說Beyon 然後他跟Paul很熟 嗯 那他都好像冠宗就是老朋友 然後就說欸那當然這時候就是請了老朋友的時候啊 就他去找的 然後你也知道乃文就是那種他不喜歡麻煩人 然後我們就說這個這麼重要的專輯 你一定要有一位這位老朋友的出現 Paul也人超好的爽快答應 而且他根本不知道還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這首歌其實不太寫 對這是另外一個香港創作者寫 我記得他是先答應 然後先答應聽完歌之後他就說蠻喜歡的 然後他甚至主動提出說 欸他可以也可以彈彈吉他 哦這個也是他嗎 所以裡面吉他就是他彈 那至於因為這首歌已經很香港了 所以我在製作這首歌的時候我就想到 那可以再把崗位更多一點 所以我就邀請了龔索良香港知名的音樂人 欸什麼叫做很香港 很香港你不覺得那個 你聽到那個首歌你就會很像看到 你有看古貨載嗎 就好像陳浩南啊三姬啊 張耀陽的臉就會出現 音樂上有什麼特色嗎 音樂上香港的東西 和弦跟他的旋律會下的比較直 就例如他的旋律 他不會走一些比較飄的感覺 他會很直接 對就像早期聽謝霆功的東西或是什麼 對然後他的情緒是很濃的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粵語的關係 粵語的音調更多 例如看一些粵語的歌詞 他們那個稀麗度 血肉的感覺是更直接的 所以就這首歌也是剛好這樣 然後落日飛車這個歌是不是製作算很難的啊 這首歌 這首歌算是來回比較多次一點點 因為他的音色什麼好多 然後還有好多不同的風格在歌曲 你們製作是不是很難 其實不會到很難 可是因為這首歌是國國系協助很多 他們因為落日飛車對於這種曲風 其實駕馨就有所 然後我這種曲風我也蠻擅長 就蠻長聽 就很比較80的Synth Pop之類的 那種我New Wave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跟落日飛車約來錄音室 直接就是一個下午把所有的東西搞定 這很有趣 他的baking是他大學的時候很久以前那種做好 然後那時候我們開會的時候 乃文聽到說 是個這種方向很好 然後國國就回去寫melody 然後一聽就很好 然後後來就我們就去錄音室 就是以那個他的demo變劇架構 進錄音室跟他的團員在那製作 是各種合成器的玩法 所以 算起來算蠻順利 對 今天謝謝老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最後想要請你幫我們造一個劇 用Flow造一個劇 好難喔 歡迎大家可以聽乃文最新專輯 聽了Flow後就一夜暴富囉 剛剛我是Jade 趕快去聽Flow 因為聽了Flow之後 童話就打得過Flowhouse 大家好我們是Crispie 這位是SkinDee 我是丁丁 趕快去聽乃文的新專輯Flow裡面 有我們的創作 Don't mind me 別管我 非常沒有包Flow Flow 聽完乃文的新專輯Flow 真是太配Flow 以上就是今天Flow的訪談 希望有幫助讓大家更了解這張專輯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別忘記訂閱、分享、按讚、阿皮朗月 還有君豪追蹤起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 有 他是錄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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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預告 預告就走 哈哈哈哈 然後養生 然後我在裡面 完全都沒有講話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做一些怪事 真的假期 我還是錄的嗎 然後我留在這張專輯 我還是錄的嗎 我們兩個有這樣的 總共好